国语有生善书 一尺拱横堂善书 观音净土游记 主著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福鸾为通天永彼 观音菩萨讲 第六回 善才童子说缘由 诗曰 寒夜最能见发心 人来奉圣不伦音 鸾门禅教挥杀及 劝善更成直至今 圣世 清音庆韵 直上斗牛 乃为鸾门禅教 诸天圣佛普度众生之缘机 可诸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菩萨廉价 免礼了 五等出发诸书 是 师生各上连坐 往堂外而去 菩萨啊 疏忽间一个月 未与您去访游净土了 好像有些生疏了 您今夜可有设定个目标 弟子也好先行琢磨琢磨 贤生可是已有定见 不敢 弟子是想您身边二大邪士 龙女菩萨以及善才童子 是否也在净土中 须往访拜业以资列入游记 贤生既有此意 吴当然不反对 今夜就先带贤生找善才去了 弟子感恩 不过是善才还是善才 还是两个通用 贤生自己与善才说去 啊 这么快您已通知善才童子了 一道净土 就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善才童子 弟子参寇廉价 原来说话间 师生已到净土 乍然间 一位同志小童就助力于净土边缘 远远已行礼公参菩萨廉价 贤生切莫多礼 今夜有缘一见 倒是可以促膝常谈 咦 贤生笑的诡异 莫非无脸上有花 还是身上有异状 抱歉 抱歉 弟子失礼了 只是远远见到您参寇菩萨的样子 想起了一句话 叫童子拜观音 活脱脱地就在眼前 一时会心 所以才失礼了 再想到您跟弟子的老师比起来 一位是粉雕欲拙 一位却黑油油的一团 却又做童子装扮 就又更失礼了 您请莫怪 嘿嘿 贤生一见面就也与起无来了 改天见了哪吃 一定打个小报告 让贤生吃不完都助走 此时已不知菩萨跑去那里 心里更放心 嘿嘿 您不要做抓耙子 让人误会您人小度量也小 请容弟子再次抱歉 哈哈 贤生莫要拿话套无 谁不知道贤生口无遮拦 算无倒霉 碰上你 好吧 无等就往旁边光水泻中 坐坐再谈吧 是 您请 随住善财 童子往左边走去 进入泻中 童子坐定才落座 弟子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您这相貌是印度人的样子 又是个小孩童的貌相 弟子年过半百 这画面想起来可真有点滑稽 您说像不像当年孔圣人去向道祖请义的画面 嘿 贤生好大口气 你敢自比孔圣人 吴可不敢比作离老君盗祖 啊 错 错 错 弟子辟欲失当 尚请二位上圣莫怪 弟子可不是自比孔圣人 只是借景作欲 谁知道犯了大错 无心之言 莫罪 莫罪 哈哈 贤生自己说的话自己担 不关无事 不过贤生也无须急 奉旨著书 应该有言论免责权 无等言归正传了 贤生找无量必有事吧 哈 您人小 神通大 一出口就说中了弟子心事 第一个问题 您是菩萨身边一大邪士 可是龙女是菩萨 您为何还是童子 为何不是善才菩萨呢 无虽是菩萨身边邪士 可不敢与龙女菩萨相比 因为龙女菩萨是以历经因地迁结而正菩萨果 无虽有参访53位善知识而得度 不过 因地尚未具足成熟知福会资粮 所以仍是童子身 您如是说 是否道行比龙女菩萨浅 贤生坏心眼 好吧 无就是比龙女菩萨道行还浅 贤生满意了吗 您恕罪 弟子还有下情疑问 弟子知道您守参文书失利菩萨而发心 却在第53参弥勒菩萨而得度 为何却变成观音菩萨二大邪士之一 因为无在第28参 即为参寇观音菩萨 所以俗事将无列为与龙女菩萨是菩萨左右携事 既是俗事所列 照理是否您不该在此 反而应该在弥勒菩萨身边 贤生可真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好吧 贤生既然知道这么多 患无问你 无是何处之人 生来是何情形 弟子当然知道 您是古福城人士 生来即涌出许多财宝 顾名善财 正确 那贤生又可知 无在弥勒菩萨处得度而成等觉之身 为何法教呢 您已成等觉了 这弟子倒不知 在祠尊身边又是以何法教成就 那应该是弥勒心法了 哈哈 贤生打迷糊仗 在弥勒菩萨处得度 但无并没有说在那里成就 您不要绕圈子 说文卖词 弟子没读什么书 真的搞混了 您就慈悲给弟子一番明示 贤生是真的搞混了 无可理解 因为贤生一开始就将善财物为善财 所以导入歧途 实则善财也确有其人 不过他是中国唐代之人 经琵琶 故后是以琵琶诗称善财 而无善财 贤生由名字深入 当有所得 啊 弟子有些懂了 莫非您是散财童子 弥勒法教有财神元法 您是以善财之法而成就 咦 也不对 那您到观音菩萨这里干嘛呢 哈 贤生不笨吗 无善财是以善财成就正法 而弥勒法教有财神法 用不上无 所以无在第28参观音菩萨后 已种下善财护法观音法教的元机了 弟子全懂了 您是要以善财正法 互持观音法门之修子 亦如弥勒法门之修子 亦有财神元法可修 贤生可不要把无又拖下水了 无可不敢比你弥勒菩萨 立千万贤结 阿僧直结 一意慈心互生之大愿力 无仅乃一余之德 提供修行观音法教之修子 有其正法善财 您也够伟大了 从小童出发新参文书菩萨 以弃弥勒辞尊而得度 弟子可否请领善财正法呢 嘿 贤生满口好话 就是别有用心 抱歉 你我虽然各有姻缘 但其实也大同小异 无虽至零发新 贤生又何尝不是15岁发新 贤生已有弥勒财神元法 不要再来人心不足 无此法将在未来 世财会下传人间 事实观音净土法门 与弥勒净土法门 以及西方极乐净土法门 视为严弗提第三大净土法门 不要来搅局 贤生用心于弥勒财神元法 会比无知善财法更佳 呵呵 贤生与善财可真是促息长谈了 不过时已厌 该回唐了 改日再续吧 仅供送廉价 仍是参寇礼后 贤生无等候会有期了 弟子拜别 应该也是称呼善财菩萨了 弟子知道俗世误传 将良女与善财配成一对 而物为您与龙女菩萨 此书应也可为您证明了 师生化别后 往回唐路上 菩萨啊 您当初为善财菩萨 开示了什么呢 为何他会在您身边 没有啊 当初无警告知善财 他将不久得度 而且无与他有缘 就这样而已 您不要敷衍弟子 华言经中响宰 您却不说 贤生卖弄过头了 华言经中并未详述始末 不要套无 往后在游记中会有答案 好了 已到贵堂 贤生灵神头体吧 弟子恭送菩萨连驾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 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